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道,今天是2022年的5月22号 我们今天要教各位怎么判断这个蝴蝶兰 看这个蝴蝶兰到底还是不是活的 那有的花友呢,看到蝴蝶兰长这个样子呢 大概就直接叫你说把它丢掉了 嗯,说实在的,蝴蝶兰长这个样子呢 嗯,这样子看了,目前这样可能太有点距离,看不太清楚 它的气根呢,大概只剩下一条 这边,但是这边呢,你乍看之下这边,这边也还有气根 其实这个气根可能已经没有作用 那有的花友会说,直接把它丢掉 那还有另外一派的花友,看到这个还有气根啊 就认为说它还有活性 嗯,其实这两派的说法都有呢 其实这个谁对谁错呢,都没有绝对的标准 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有办法用透视镜 这样子,看到里面说,里面还是不是活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当场呢,就是要教大家怎么判断说 它还有没有活性 OK,我们现在把距离拉近点来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株蝴蝶蓝 蝴蝶蓝呢,你看这边 这这条气根 很多人会觉得说,看这个气根呢 这边还有气根啊,又觉得以为它还活着 这有一派的人会这样认为 看这边有气根就以为它还活着 那你看注意這邊這個氣根的連接到筋部的位置 這邊你看這邊它已經乾掉了 像這種情況我個人認為這個這一條根已經 大概已經是屬於乾死的狀態 那它還會存在還沒有完全乾枯的原因是因為 蝴蝶蘭的氣根它本身會儲存養分 還會吸水 它會暫時的還會存活在這上面 聽到是暫時 但是它並不會馬上的枯掉 就算我把它剪斷了 它也會暫時還會留在這上面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是這氣根其實已經沒有作用了 所謂的沒有作用就是說 今天這株蝴蝶蘭它本身沒有葉子型光合作用 無法提供養分 給支援這個氣根做生長 那日後呢就算它會吸水回來 那慢慢的漸漸的久而久之以後 這整個氣根都會萎縮掉 那我們現在要判斷說 這個蝴蝶蘭這一段呢 到底呢還有沒有活性 那很多的花油會 以前早期的時候 人家看到這種 這種情況呢 大部分的花油都會認為說直接丟掉 那後來呢我們慢慢的教各位怎麼搶救蝴蝶蘭之後呢 發現其實有些蝴蝶蘭還是可以救的回來 那目前現在我們看到這一株呢 其實我個人認為是有點嚴重 因為它的根啊 通常我要判斷說這個 這個筋部有沒有活性呢 我都是用氣根來判斷 那現在目前來看呢 只剩下這條氣根的這個位置呢 感覺是有活性的 那如果假設 假設這條氣根 是不是乾枯的 是完整的 那麼這個氣根跟氣根的距離呢 就有可能是還是好的 那像這種情況下呢 大概 你至少要保持 大概這個筋部呢 至少有這個距離的 是完好的話呢 才可以 會去判斷說 它還有活性呢 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來試著剪給各位看 看看呢 這邊還有沒有活性 我們從後面開始講 通常呢 一般我 我們剛剛講的話 這邊乾掉 基本上這以下 就是乾掉的 我們剪看看 好給各位看一下 乾掉了 那 我們再繼續剪一下 再剪 欸 有沒有 乾掉的 那我個人認為 這一株呢 應該是完全乾掉 因為它只剩下一條七根 這是我個人認為啦 那有些人呢 說它直接丟 就是它已經壞死了 可以丟掉 其實我 我是蠻贊同的 因為 我個人經驗說 認為說 你剩下一條七根還在這邊 大概只剩下這邊會有活性 頂多啦 但是那個剩下一點的距離呢 你已經 就不回來了 再剪 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 剪下去 都是乾掉了 所以呢 表示是剩下這一小節 它還是好的嗎 我們再剪看看 我剛剛是不是說 這一條延伸出來七根呢 這邊應該也是 乾掉的 所以呢 我們從這邊剪 剪看看 欸 有沒有 還是乾的 而且還發黑 這就嚴重了 我們 在搶救任何蝴蝶藍的時候呢 最怕就是發黑 這發黑就是表示說 一定沒救 就是有壞菌感染 有時候呢 我們在肉眼上呢 從外觀上看不到 但是 從內部呢 一剪下去 哇 發現發黑就嚴重 你看 我們再剪 繼續剪 再剪下去 喔 你看 還是黑的 金布 你看 這個根 連接的金布呢 都已經發黑了 乾掉了 你看 我們再換上面剪 我們保留那個根 的位置 剪給各位看 來 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 還是乾的 好 當到這種程度呢 就可以確定 這一株已經陣亡了 呵呵呵 再剪一下 我們換這種 旁邊切 欸 你看乾的 乾的 各位 我們剪到這邊都已經是乾了 這表示什麼 它只剩下一條根 呵呵 我們剪 繼續剪 你看 還是黑的 螃asta 給各位看 還是黑的 我們從頭剪到尾 一路黑黑黑 黑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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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奸 哦呦 要不要黑掉 各位 整個從頭剪到尾 發現什麼 都已經乾掉 黑掉了 只剩下這條根還殘留在上面而已 這個叫做假象 其實這一株狐狸它早就已經陣亡了 那為什麼剛剛我前面說 如果有人說它陣亡 沒錯啦 我也認為它已經陣亡了 我們只是要拍影片 將這個經驗分享出去 讓一些花友 它不曉得 也許你沒有碰過 不曉得說到底是什麼狀況 我們就當場剪給各位看 讓各位多一點嘗試 了解一下說 狐狸狸在什麼情況下還有救 什麼情況下是沒有救 像剛剛這種情況下 它只剩下一條根 或者是兩條根之間的距離呢 如果剩下你的兩條根 假設它的根的 進步 根與根的距離 大概有這麼長的距離呢 就表示說 還有機會 聽老師還有機會 那這機率會越來越低 因為這個進步的距離會越來越小的情況下 它的 搶救成功率就會越來越低 那像剛剛我們這個情況呢 它只剩下一條根 那我是不是剛剛前面就說 那一條根的情況下呢 我覺得它應該早就已經壞死了 只剩下根還在殘留在這個板子上 它殘留在板子上並不代表它還活著 而是叫做 利用這個根部的殘留的養分呢 正在那個垂死的掙扎 但它其實早就已經死亡了 剩下根部而已 OK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介紹到這 給各位多一點嘗試 感謝收看 再會